战火无情 不过在另外一个世界 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 却是食物浪费 您知道吗 香港每天的厨余量 高达3500万吨 不过现在透过科技 希望来解决这个问题 酒楼 茶餐厅 大排档 川流不息的食客人潮 这里是香港 亚洲有名的美食之都 但是美食的背后 却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 每天我们有超过3500吨 的食物浪费 在土壤里放入 所以这种想法 是用这些食物浪费 通过化缩抵抗的概念 香港七座垃圾野埋场 估计到2018年将完全饱和 再也填不进任何东西 香港人每天丢弃的垃圾中 厨余与废弃食物就高达三分之一 据当地环保团体统计 2008年全香港有280万个月饼 因过期而报废 那年中秋节烧烤活动 丢弃的食材足够三口之家吃上82年 食物浪费情况相当严重 有公司从中锈到商机 将厨余处理再利用 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原料 接着再制成各式生活用品 比方说这把刷子 原料用的是没有人要的鸡蛋壳 另外悬挂在工作室里的袋子 也是处于回收利用后的成果 过期的牛奶大家选择倒掉 其实牛奶可以制成纺织纤维 品质比羊毛还好 厨余变成工业材料 需要经过复杂的生化处理过程 香港城市大学的能源与环境学院 就有一群学者在开发生物提炼技术 可以将厨余转变成日常用品 科技固然能够疏解香港沉重的垃圾压力 不过根本知道 人们还是应该改正浪费的恶习 建立爱惜食物的观念 大爱新闻 我现场编译